这是什么呢 爸 这是电话 战争使用了战争 1969年 七岁的马丁在家里 发现一台老旧电话机 他兴致勃勃要求爸爸 跟他玩起传话游戏 父子两扮家家酒煞有其事 直到马丁发现了一个 不可思议的按钮 这按钮是什么呢 爸 是要送摩斯密码 听听 小马丁惊奇不已 因为他一听到摩斯密码的声音 脑中某些记忆就被瞬间开启 他的耳朵听见引擎声 眼前也好似有战斗机飞来飞去 枪声炮声轰轰作响 一直到战斗机在他眼前瞬间爆炸 化成灰烬 小马丁把奇妙经历告诉父亲 但父亲不置可否觉得他在做梦 即便如此 马丁非常笃定 这些画面并非幻觉 在我的生命中发生了一遍 这些感觉都很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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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感觉都没有想象 不知是否受到牵引 马丁开始对军事产生极大兴趣 17岁更深情加入英国皇家空军 入学测验时 他被要求发送摩斯密码 但说也奇怪 从来没学过摩斯密码的他 却信手拈来直接作答 似乎他已受过多年训练 两个星期后军队通知他测验结果 考试成绩连教官都大呼不可思议 你有没有经验的经验吗 没有 那是神奇的经验 那是神奇的经验 你也有100% 那是我的知识的经验 脑袋立刻向受到重击 顿入时空隧道 我当时的震撼很大 我却不明白 为什么我感到感觉 这是第一次 马丁清楚感觉到 自己坐在战斗机内 正乎一人对峙 由于感觉太过真实 他无法提出忽视 决定打电话给催眠师 带他进入议事最深处 你叫什么名字 Richard Richard Seymour How old are you 18 催眠状态里的马丁 在英国皇家空军服役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 他的职务竟然是专门 发送摩斯密码的电报员 1942年 他被派上前线 飞往德国作战 但途中却遇到纳粹军机 激烈攻击 他的飞机瞬间爆炸 马丁可以感觉到他被敌军炸死 尸骨无存 后来他慢慢从催眠中苏醒 立刻写了封信给军事馆 查阅二战期间皇家空军是否有名电报员 叫做理查西蒙 没多久他接到回信 发现当时真有一名叫做理查西蒙的军人 在1942年夏天被纳粹军机炸死 种种情节与马丁催眠时的梦境不谋而合 后来马丁寻着线索 在英国近郊 找到一座名为巴夏的小村落 村里纪念碑上 个然出现理查西蒙的名字 但就地重游 人是已非 村里人口外流严重 西蒙的家人早已不知去向 跨世寻亲之旅无疾而终 无论马丁看到的是上辈子的记忆还是巧合 无视自通的摩斯密码神迹 已经让忍则则撑奇 而马丁在前往巴夏村后 关于二次大战的梦境没再出现 似乎一个前世未尽的心愿 也已得到安息